好 接著要講一下 到底哪一個人為我們在這個世間創立佛教 這位就是我們所有佛弟子 都應該要發心歸意 歌頌讚嘆 以及真正要力求清楚認識的佛陀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 正是這個世上創立佛教的根本老師 所以我們叫做本師 其他法師叫做什麼 參學的老師 或者歸醫的老師 或者接引的老師 但是記不記得我昨天說過 我說我們要對所有出家人 恭敬 尊重 但是在學法的時候 我們要以佛法做老師 如果祖師教我們如佛的 我們如佛所教 我們就如見到法一樣去學 對嗎 但是如果老師所教 叫我們離開釋迦佛所講的 那你會怎樣 小心選擇 對嗎 尊敬歸尊敬 學習歸學習 因為我們的老師是誰 本師釋迦牟尼佛 佛教我們 依法不依人 不依人不是等於叫你不尊敬他 照樣尊敬 靠摩羅什法師 我們中國的一個 一個相當出名的易經師 他先學小誠 再學大誠 到最後 他跟自己的老師 小誠的老師 他百遷善考方面 引導自己的小誠老師 學入大誠 這是一個過程 他有沒有不尊敬自己的老師 沒有 他有沒有不聽如來的說話 離開佛法 沒有 我們明白 我們當中要懂得智慧善考 來安立自己的心地行為 但是同時要與佛法相應 守護如來的正法 就是每個學佛弘法的人 必須的正確的態度 釋迦牟尼佛就是創立佛教的根本老師 佛道在二千五百多年前 即是今年佛歷的二千五百五十五年 佛歷 總之二千五百五十幾年 在印度出生的一位太子 當然我現在這個講義 只不過是簡短 因為大家諒解 我們要在這麽短時間講完整個佛法面貌出來 讓大家明白 還要教大家怎樣記 我是講重點 裏面如果大家 真是看完這本之後 很想深入了解 第一你可以去圖書館 佛教圖書館去找到很多東西 或者你懂電腦 你上網打個字 就已經是 你一輩子都看不完這麼多資料 很多資料給我們參考 但是我們要講 我要告訴你重點在哪 好了 我這裏要告訴你 我只是講重點 不講知節 這位太子叫做色達多 因為深切體會到一切眾生 都是處於生老病死苦 及各種苦難當中 心中非常苦老 在這裏停一停 講個重點給大家聽 佛教圖書館這個世間的人有幾種 第一 天人下生 通常會怎樣 爛船都有三根釘 天人這幅很大 落到人間都是富翁 幾十億身家 但現在只剩下一百萬左右 去住貧民區 貧民區有一個一百萬的人 就要百萬富翁 是否都不同 我們要記 天人下生通常會出現什麼 很漂亮的 聰明的 很有福的 但很多時候會出現什麼 很驕傲 因為他受慣人擁護 好像應份 大小姐 大小爺 大老闆 一來到 還有一件事 他很厭氣那些不好的事 因為他高傲 厭氣人 所以才退堕 記不記得我說 恭敬的人就會上升 高傲的人會退堕 所以天人下生 他有一種高傲的雜氣 又是他退堕的根本 所以如果他聰明的話 立即要改這個雜氣 反過來 恭敬的話 他馬上會上升 他上升就快很多 因為他根基好 明白吧 但如果我們看到 那些真的有天人的雜氣的人 想辦法 令他降伏我慢驕傲 令他卑下恭敬 他很快就會升天 因為這個最接近 他的福力最好 OK 天人下生 很容易看到的 就是他的雜氣 是靈洩 以自我為諸 自我為尊 他輕視別人 不重視別人的感受 不理你 好了 如果人的話 人通常是自保 不會強出頭 壞的東西 退後一步 好的東西 不小心走過去 人的雜氣通常是這樣的 但他又不會刻意 害不害你 他只是保護自己 我保護自己是天公地義 人不為己 是吧 天主地滅 是他認為 你不去害人 人害你 誰那麼笨 當然是我先下手為強 後下手遭殃 是吧 好了 所以 人的人 個個都自己 顧自己 速度那些 速度來的 就捱罵 捱打 那些狗你養 貓你養 你打牠 罵牠 最多不舒服 但牠都跟著你 是吧 這種雜氣 有些人真的 你幾歲 不罵你 一天你不開心 你 喝茶吧 即是牠是接受到的 我們明白一件事 在惡道出的人 通常他的能力 智慧 和福利不夠 所以可能沒有那麼美 沒有那麼完整 會有甚麼都有 但牠是甘心打麻 有些怎樣 在惡道的地獄 鵝鬼畜生 那生的那些 盲龍暗雅 如癡無目 佛經都說了 來這個世間的人 我們叫做 六度眾生的原居民 就有這樣的相 這個 但是六度眾生的原居民 牠有個特性 個個都自己顧自己 潮州人說格基 個格基 牠不懂得去為人 OK 但是同樣 佛也都說 有很多人是怎樣 成願而來的菩薩眾 菩薩為甚麼來 菩薩說不定了 遲些就跟大家說 菩薩來這個世間 牠是不為自己 每一天都服侍眾生的 牠怎樣害牠 怎樣罵牠 牠覺得很無所謂 不要緊 不是吧 你這樣也會 牠看見人慘 牠比自己慘 我們現在有得吃 有得住 因為菩薩通常有福德 有智慧 牠不欠缺 但是牠見到你慘 牠比自己慘 這些種性 一看牠 就知道牠不是原居民 你明白嗎 聽牠的說話 看牠的心 已經知道牠是成願而來的 你這個世間 就說牠當牠是外星人 我兒子昨天聽完 問牠是外星人 我當然會威牠外星人 為什麼 因為外星人應有的世界 菩薩可以以外星人而為說法 是不是 比外星人更厲害 那你就當牠是外星人 你記住 這些人一來這個世間 這個世間就會改變 牠有這樣的能力功能 釋迦牟尼佛 就是這種 牠不是普通的大使 牠是 怎樣說 等國菩薩 轉變成為妙國菩薩的應化 你想想牠的心 是否完全百分之百為眾生 開始我們看到 釋迦如來一生 牠的行為表現 如果我們拆開來看 在這個世間 是很難接受的 因為太偉大 都沒有可能的事 真的沒有可能 聽聽吧 釋迦如來 出生後 他是太子 因為深切體會到 一切眾生 身處 生老死 苦及各種苦難當中 心中非常苦老 只是這兩句 看文字 就沒有什麼感覺 兒子 你試試做個靜泛王 佛婆的爸爸 你這麼英俊 又這麼大德 又這麼有文學 又這麼有尊嚴 這麼有尊貴 又一路四門 東南西北四門 看見生老病死苦 你回來愁眉苦臉 死了 大件事 正常 人生正不正常 老病死正不正常 你這個傻子 回到來 黑在嘴面 不開心 不吃飯 什麼都屈屈不歡 你怕不怕 你說是否正不正常 不正常 接著他就想想 當時的印度 是很奉行 因為印度多宗教的國家 什麼宗教都有 經常說 我是最好 我是真理 我是最解脫 我將來做皇帝 可能我是演員 我經常進入一些角色的心態 我感受 感受佛陀當時 他在想什麼 為何要出家 我將來就是一國之君 我可以管理國家 但是我不可以解救我子民生老病死 我做皇帝做什麼呢 我不想做皇帝 除非我找到解救一切眾生生老病死苦的方法 我才回來做皇帝 如果你的兒子這樣跟你說 你怕不怕 是不是很難接受 這個世界的人 因為五族惡世的原居民 是不會這樣想的 但是成願而來的大菩薩 是一定會這樣想的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要知道 其實在看這個現象 告訴我們 我們的老師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這個世間的原居民 所謂寫兜率降皇宮 在佛經是這樣記載的 他成願而來入於胎藏 行順這個胎藏的眾生生死 然後到最後顯現這個太子的身 然後因為悲憫一切眾生生老病死苦 然後他便於是捨棄一切權為福樂 出家修行 第一我要標榜一件事 我們的老師為甚麼出家 是不是說 我追求我的理想 我追求一下禪定境界 貪下那種感覺 我要做萬皇之王 一切宗教的主 是不是為了這種心態出家 不是 他完全不理這些 我有甚麼辦法 可以解救我的子民的生老病死苦 我要一切眾生 永離生老病死苦 是不是不可能 所以叫知而不可而為知 是否觀音菩薩 是否地藏菩薩 說 我要盜一切眾生 我先盜眾生 地藏菩薩 令到他成佛 我然後方嘴正覺 有甚麼可能 眾生不成佛 我誓不嘴正覺 有甚麼可能 虛空戒盡 眾生戒盡 眾生劫頓 我此大怨無有窮盡 有甚麼可能 你留意一下 凡是大菩薩出現的事情 他一定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的老師 就是其中之一個 最圓滿的表表者 所以他為了這樣 他將自己的皇位都捨棄 結了婚 生了兒子 都不要 爸爸媽媽都不要 你可以說 你這麼不孝 你不盡責任 你先搞定 代表了甚麼 因為一切眾生的生老病死苦 包不包他們 包了 我不找到這種方法回來 只是顧著自己一家人 我覺得他不應該 我一定要 我捨棄一切的東西 我都要找到 宇宙間最圓滿的智慧 來利落導引一切眾生 這個心態 將來如果我們都能夠 掌揚這種心態 恭喜你了 你很快成佛 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心態 佛又凡夫 種種演變到最後成佛 這種演變就是快成佛 出現這種心態 八地以上 九地以上 乃至十地等覺 菩薩所具足的心量 好了 捨棄王位 捨棄一切福樂 難忍能忍 難行能行 先襲 片坊明師 希望能找到解脫一切痛苦的方法 太子先襲禪定 又經六年雪山苦修 一天吃一粒 一天吃一粒 熟 現在我們叫什麼癖谷 斷食 不動 不動到怎樣 頭可以做鳥巢 穿鬥在上面 他又不動 那些茅廬 佛經記載 那些刺 穿了他的皮膚 穿了他的骨 他也不動 那麼厲害了吧 即是說我捨身 我不管 我為求覺悟 我為了要找到導引一切眾生 他的驅動 就是想令眾生離生老病死苦 永遠都向著這個目標 接著發覺原來虎修禪定 所謂非想非非想處定 你到了 經常都不行 都找不到方法 你定我不可以叫所有人定 你得即是他不得 這種方法不是究竟 他知道 終於他捨棄了苦行 捨棄了外道的修禪 在菩提樹下捨身為道 這個厲害了 當時他沒有任何方法 去到一棵葡提樹下 不再走 就坐在那裡 如果我這次都覺悟不到 我就死了他 是不是這樣 從此誓不起座 是不是連命都扔掉他 我們用現在人的價值觀 兒子兒子 你為何這麼傻 你不可以的 一定不可以的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坐在那裡 人生老病死苦 這是不可能的事 對不對 但是他就是這樣 你可以說他 為何你這麼執著 大乘菩薩這種成願而來 為道眾生的始至空襟 不是我們凡夫可以測度的 終於 一日 兩日 三日 有些人說三日三夜 有些經典說七日七夜 我不去爭的時間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太子已經將生死完全豁開 你想一個人 經過了六年苦修 種種的禪定 去到一個菩提樹下 連生命都放下 修行放下 萬元放下 於夜倒明星一撒那 這個timing一到 那朵花一開 燃了 煞那間呈現最圓滿的智慧 就在眼前出現 衝盡之一念間 騙召三世一切因果本末 好像眼前一亮 佛未成佛的樣子是怎樣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些書記載 瘦骨如柴 成佛的樣子是怎樣 三十二相 尋光一象 指磨今生 立即不同 三十二相 具足 這種就是過去的 因緣果報 圓滿 就成為一個 人天禮敬 三界導師 四生慈父的佛堂 留意一下 如果我們弘法的話 我們知道我們的老師 因什麼事出家 因什麼事修行 因什麼事成佛 是不是為自己 半點都不為自己 自己是什麼 Nobody 沒有什麼 自己是什麼 自己是眾生的奴隸 來的 為眾生服務 是不是 完全奉獻 完全大施捨 完全大回向 連條命都可以回向 是不是 這就是我們的老師 我們一明白 深切體會這件事 當如來降落的時候 他就說了一句話 哎呀 奇哉奇哉 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得上 原來人人都有這種 不生不滅的智慧 如來找不找到這種方法 找到了 只要令眾生 顯現這種不生不滅智慧 是不是解決到 他說 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得上 皆因妄想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 想這樣想這樣 妄想執著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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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及我所執著了 是不是永處生死 若來妄想執著 若來妄想執著 令眾生離妄想執著 則無私自自然自 他就同時顯現了 原來不用學 原來 佛徒在菩提樹學到甚麼 沒有學 佛說我於賢登佛所 有沒有一些法可以學到 令我得無上正等正確 沒有 失無有法 明安柳多羅三秒三菩提 是嗎 無有法 無有定的法 如果有人說 我有一個法 阿蓮阿尿舟阿結阿個恩 你就會成法 他們要有常法 不是如來講的法 如來話 沒有常的 如來話 沒有定法的 一切相 一切法 都是幻化的 你執了幻當真 你就驗 你不執幻當真 你就覺 在《圓國經》裡面說 知患即離 離患即覺 在《靈驗經》裡說 背著覺悟 合著陳奴的 就是凡夫 背著陳奴 合著覺悟 即明諸佛 就是這麼簡單 掩世間的凡夫 不掩世間的諸佛 所以如來在菩提樹下 已經顯現圓滿的智慧 他也知道 只要令一切眾生 全部放下執著 妄想 所有人都可以 永離生路病死苦 他找到答案沒有 找到了 於是乎 走回頭 去回六野院 到《五比丘》 為《五比丘》 說苦雜滅道 這些後面我會講 現在我們先理解到 我們的老師 佛陀的智慧 和凡夫的智慧 有什麼不同 第一是知覺上 佛陀的知覺 永遠不掩世間假象 永遠安住宇宙 直到虛空 照了三世的假象 告訴你 同時的 具足方便力 大願力 圓滿普道一切眾生 你叫得他的名字 你將來決定成佛 所以歸依最重要 歸依佛 將來這個人決定成佛 學佛的人可不可以不歸依 不可以 不歸依 一定要歸依 所以歸依很重要 為什麼 你知道原理 就不是說 不行 你不填名表 我不給你畢業 不是那種 而是因為 宇宙間 圓滿的智慧者 他的心 互念我們 只要我們的心打開 一投靠他 所有善法自然成就 決定將來成無上正等正確 在我最後講的地藏菩薩本源經裡面講 地藏菩薩點道眾生 他說 我蒙佛接引以來 使獲不可施以神力 具大智慧 我所分身 遍滿百千萬億行何沙世界 每一世界發百千萬億身 每一身 度百千萬億人 點道嗎?大家記得嗎? 靈歸敬三寶 一樣的 只有一種 一招 靈歸敬三寶 那他怎樣? 永離生死 智涅盆樂 原來這個菩薩 一招就夠了 靈一切眾生 發心歸依佛法僧三寶 搞定 他自然會被如來所攝 一定成佛 所以我們要明白 歸依是所有學佛者最根本的 無論你是一個初級班 中級班 高級班 大菩薩 都是要講歸依的 沒有一班不講歸依的 所以歸依是根本 亦是究竟 歸依很重要 那為何要歸依佛寶呢? 因為佛這麼厲害 你不歸依他要歸依誰 一定是要歸依的 記住 佛不是高高在上等你參拜 你有求必應 不是 法是盡知宇宙一切身上 知道了每個眾生的根基 你叫得到他 他一定有方法 可以在你的根基 去導引你 令我們離苦得落 覺悟解脫 乃至將來發大願 涉取佛國 成就佛身 他一定有方法教我們 我們說 這麼遠你都可以 是啊 你一歸依他 他看到你成佛的樣子 那怎可以不歸依呢? 明白吧? 照知 將來我們跟別人說 說法的時候 你一定要歸依 他問你為什麼 他問你三個字 你可能要說兩個小時 那你就知道 因為這個解釋 是佛經裡面的解釋 是真真正正 佛經記載 如來的功德不可思議 如來的壽量不可思議 如來的方便不可思議 真真正正是這樣 所以我們弘法的人 要明白 如佛所算 OK 好了 終於 太子覺悟了 明白了 身心清靜 情靜 猶豫直言的虛空 最後於夜倒明星之際 豁然大悟 盡顯不生不滅的虛空妙性 而這種圓滿無礙的無上正等正覺 盡能騙照十方三世 一切世間的顛倒妄想 為什麼叫顛倒呢? 有時這個做兒子 有時這個做老爸 有時是反過來 有時是鬼那麼好的兄弟姊妹 有時是仇殺的 有時是你吃我 我又咬你 你是拔我的腳吃 我斬你的頭吃 諸如此類 顛顛倒倒 眾生就是顛倒世界當中的其中一個角色 永遠在顛倒世界裡 執著假的東西 念念當真 瘋狂去追逐 瘋狂去貪真癡迷 殺綠 偷盜邪淫妄語 在當中 瘋狂地做事 所以 又被業力 扯著他們 在瘋狂的生死道路當中 不斷生死 名為顛倒 很瘋狂的 很瘋狂的 從此 太子 永離一切瘋狂妄想 太子就被稱為 世上最尊貴的覺悟者 佛陀 當佛陀顯現圓滿正覺之後 發覺這種不生不滅的清淨本性 發覺 人人俱足 剛才我們所說的 就是知覺性 我們說 你這個佛性是甚麼 是否好像很抽象 人家有佛性 不像佛性 直戚成佛 甚麼叫佛性 是否很難說 總之是性 原之有原 妙之有妙 但不知道是甚麼 但我會說 就是叫知覺 是否很清楚 你有沒有知 有沒有覺 你看到我就知道 反應就是覺 佛陀有沒有知覺 其實這個知覺的本 甚麼時候開始有 原來他不會失 一開始就有 他會不會滅 你輪轉億萬世都會 這個知覺支持著你的 他不會滅 這個性 就叫佛性 明白嗎 很清楚 你能捉得到的 就不是很明明 你隨便佛性 不生不免 那你捉不到的 那些 是否你本身有知 所以一切修行 要有個基礎 就在知道 眼見識 耳聽聲 鼻聞香 是有個即可尋的 這個知覺 是嗎 所以遲些我會說到 中級課程那時 就是出家解脫的修行人 怎樣透過去灌照一一的知覺 可以倒退 倒退 像是剝陽聰 剝一會 那就全都是剝 你沒有了 那那個知覺 是最新 最清淨 我們的知覺 有很多劫 生和很多細 所以拿下這個角 動作 永遠在妄知妄覺 去做事 榮儲生死 當然 出世間的修行 目的 遲些便會講 下一段 下兩段便會講到 好 好了,爭取時間 當佛陀覺悟了之後 出現的三十二大丈夫相 八十除認好 都是形容如來成佛之後 所出現的圓滿身上 當一個人出現三十二相 八十除認好 常光一丈 走到哪裏發光 你猜去到哪裏受不受歡迎 神人 哇,是不是很稀有 如來的德償 涉引無數的眾生 如來的說法 醒無量的眾生 這就是我們的老師 在世間出現的現象 好了,只要令到眾生覺悟成佛 就可以永遠解脫世間一切生死痛苦 於是佛陀就四處行喀說法 好的都離開,壞的都離開 就是這麼簡單的 第一個 我不是說給好的都離開 不是說給你拔走壞的都離開 不是啊,我是教你的方法 你要知道好的原因 你快點去做 將來就好的都離開 如果我告訴你壞的是甚麼原因 你快點不要做 將來就壞的都離開 都是離苦得樂 除了離苦得樂 就是圓滿你的願望 因為你想的 先圓滿你 然後有些事你不知 佛陀教你 原來你也是佛 不是吧 是呀 你這樣就解決生死了 哎呀,是呀 你這樣就可以攝死佛國 哎呀,是呀 這樣就可以盜盡眾生 哎呀,是呀 搞定,又一個 學佛 記得我剛才說嗎? 你一定要知道你正在做的事 你的目的是甚麼 對不對? 原來我們弘法 學佛的目的 首先 令自己與其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這是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就是 令自己與其一切眾生 同樣覺悟成佛 對不對? 這就是兩個目的 是不是很簡單? 不要將佛法 當然佛法經過這麼多年演變 很多東西加了下去 我們說本來那棵樹 看得很清楚 但是雜草、慢草 遮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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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棵樹 我現在先撥開 將棵樹畫出來給大家看 原來學佛兩大目的 令自己與其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令自己與其一切眾生覺悟成佛 是不是? 就是兩個目的 然後我就會講 為了要圓滿這兩個目的 有甚麼方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這樣解 是不是記不記得我剛才說 研究世間的學說 以及宗教 有四種方法 人有什麽聰明 他说目的是什麽 有什麽方法 他这个方法是否对 就是四样东西 印在佛法上都可以